13年前贺国台风 当时慈激志工就以搭竹桥 以人龙接力的方式搬运物资 援助断水断粮的那马下乡乡民 还有民权以及民族的村民 那时候任职职业军官 身为救灾总指挥的就是孙同发 他说当时慈激人救灾的速度 让他非常的感动 而13年来慈激人对于身上部落的关怀 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而当时证言法师就说过 当地要尽快造林前村 没有想到当时的预测山林灾难 如今已经成真 所以他下定决心 不仅要让全家搬迁到慈激新建的永久住宅 更鼓励族人要一起搬迁 因为唯有以安全做考量 才能够确保后代的子子孙孙 平安与希望 这个地方要关键就是投资 要改良一项就是 关键祖林了 他这个建筹是百年的来自 现在建筹是一直到几十年后才有 到台湾的 但是省外是现实的 现在应该要来 这是十三年前证言法师在赫薄台风清洗台湾后对弟子开示的内容 这个赵林前村的建议却在今年八八水灾后才获得重视 当时慈激人在第一时间沿着峭壁断癌 为当时称为三名下的纳玛下乡搬运物资的画面 身为当时救灾总指会的孙童发 记忆犹新 这份共同救灾的记忆 深深落印在孙童发的心里 十三年来 慈激与纳玛下乡的居民的园就这么种下 十三年前的赫薄到去年的卡梅基 甚至到今年的莫拉克 孙童发一再印证了正言法师提出的警讯 他下定决心要让全家搬到慈激的永久住宅 轩童发这个宝贝孙子是在巴巴水灾后十几天出生的 他特地取名为建安 也就是建立信心永久平安 其拜后代子孙都能够将大自然反铺的记忆铭记在心 大爱新闻学年萧红树高雄报道